Hello, 歡迎回到Share Food Happy Moments 享樂主義 我是阿寶 2021年終於到了, 祝大家新年快樂 年尾不能飛, 才發現原來自己真的很喜歡日本 又想起年尾去日本, 都一定會看到這塊 Kagami mochi 日本人過年一定會吃的一樣東西 這塊硬石頭的日本年糕, 究竟是怎樣吃的呢? 今次讓我們一起試試看 繼續下去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喜歡這條影片, 分享出去吧 Kagami mochi 其實就像我們的年糕一樣 都一樣是用米來做的 用一些比較軟糯的米, 煮熟了之後 就不斷中, 中對變成一塊東西的時候 再做一下形, 就會變成Kagami mochi 或者是這個Omochi 我們平時在Donkey都買到的年糕 我自己本身都很喜歡吃日本年糕 可以放湯, 可以乾吃, 可以燒, 可以吃鹹, 又可以吃甜 其實也是挺百搭的食材 先來我們做一些放湯的口味 第一個我們做的就是年糕福袋 我們會把它放到我釘一起煮 主要是想做福袋 所以下次我們才做關東煮吧 年糕福袋, 這個難度是一星星 去日本超級市場, 買這個油炸豆皮回來 對半切開 我做四個福袋就用兩個年糕 一樣是對半切開 這種油炸豆皮就像個袋一樣 當你把它對半切開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年糕放進去 把年糕放進去 把年糕放進去之後 拿牙籤封好口 這樣你就做好了 雖然還沒吃得 再印些油炸 就可以放進關東煮 一起煮熟 說回這個即食的日本關東煮 哇, 簡直是懶人陰脈 冬天的時候吃這個真的很開心 這個真的是冬天的懶人推介 記得要加上這個牛筋串 算了, 加進去之後 關東煮就會變成雙配好吃 把材料放進去煮熟 煮熟 其實就可以吃得了 雖然說是即食 但是看一個湯, 多清 再看看這個年糕福袋 裡面的年糕夠軟 嗯, 真適合冬天吃 接著就到這個年糕紅豆湯 難度 我本來想給零星星的 不過, 都是給零星星 容許我懶人一次 不自己處理紅豆了 想知道怎樣做 按上影片繼續看吧 配這個紅豆湯的年糕 我們可以放進白鑊 看乾表面 然後再用水去煮淋 這個年糕這樣做, 超煙韌的 不過這個紅豆湯 也是自己做的 示範完兩個超簡單的做法 我們這次就真的煮些東西了 二星級難度 日本人過年一定會吃的雜煮 其實也是很簡單的做法 紅蘿蔔, 白蘿蔔, 海帶, 瘦喜菇 一起放進鍋裡煮滾 煮至差不多都軟 就可以放連糕進去 最後就可以養麵糞進去 對呀, 我沒有說錯 是要用這個方法 慢慢把麵糞融在湯裡 千萬不要把麵糞放進湯裡 這樣麵糞是很難用的 一定要這樣慢慢養 慢慢養, 養散它 然後你可以略略試味 如果也覺得不夠味 就可以加煎魚粉 嗯, 加一點煎魚粉 這個湯喝起來就不會太划 大概25分鐘到30分鐘 就會處理好的一個菜式 哇, 連糕和麵糞湯是最搭配的 熱辣辣的麵糞湯 裡面還有紅蘿蔔, 白蘿蔔的甜味 加上菇的鮮味和煎魚的香氣 配上軟糯的連糕 整件事我只想到一樣東西 日本寺廟外的連糕檔 我真的很想念它 做完放湯的口味 我們就來做乾的口味 先來做燒的 海苔醬油連糕 一升級難度 由於家裡真的不能用碳爐了 所以這次我就用光波爐代替 大概開180度到200度左右 大概用這個方法看10分鐘左右 你就會看到連糕開始變成醬煲煲 就可以了 連糕放進光波爐後 就可以處理醬了 淡口醬油1湯匙 味淋半湯匙 料酒半湯匙 然後你可以試一試味 如果鹹甜不夠的話就可以加糖 我大概加了半茶匙的糖 醬煲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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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煲� 我在10元店買回來的微波爐年糕架 看看會有什麼效果 日本年糕5Ways的最後一個 就是黃豆糖粉年糕 在12元店買這個年糕架有多實用 放進微波爐後 只需要中火釘40秒 年糕就變成這樣漲漲漲了 看見也開心 黃豆糖粉當然也不難做 糖粉10g 黃豆粉一包也是10g 全部放進去 略略拌勻就可以了 接著就像我上網看的那樣 幫這個年糕濕一濕水 再放進黃豆粉裡拌勻 禮成 最重要是試吃 挺漂亮,其實很軟 不知為何我覺得它有點像糖不甩 日本過年會供奉這些鏡餅 都是為了討一個平安和幸福 新的,連第一條片都用年糕來做開頭 希望今年都會順順利利 從未如此這般的2020終於過去了 祝新的一年,大家都身體健康 萬事大吉 我們下次見,拜拜!